台风沿着台湾海峡北上 高雄也受到了近些风雨的影响 西子湾风浪相当的大 浪高超过了一个常人身高 淹没堤防 虽然周遭拉起了封锁线 列入管制区域 但还是有民众一早在附近运动观浪 而另外在爱河附近 还有不少的路数被强风吹断 海浪持续拍打 激起大量水花 浪高超过一个成人身高 堤防几乎被淹没 完全没有行走空间 受到台风米克拉影响 高雄西子湾风浪相当大 附近早已拉起封锁线 就怕民众或游客出意外 西子湾周遭列入管制区域 禁止进入 但还是有不少人一早就来西子湾运动 甚至还越过封锁线 坐在一旁观浪 台风米克拉对高雄造成的雨量不惊人 但强震风让民众很有感 我觉得风很大 好像台湾有进来的样子 蛮大的 昨天风声也蛮大的 风大到让树木被接连吹断 横倒路上 用路人经过还必须绕道而行 风大然后就折断了吧 有公务员在照相 已经在这边了 爱河因为接近满潮时间 水位居高不下 幸好雨势间歇 没有持续 否则一淹水附近民众 一个头两个大 除非就是他一直吓一直吓 吓到都没有停 就会有盐水的现象 还好 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那么严重吧 索性米克拉台风没有直扑台湾本岛 但气象局也提醒澎湖金门云林以南 有局不大于几率 民众外出务必 当心留意 记者梁家伟王超群高雄采访报道